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们有分析过这个股 Tinex一直被这条线压着 如果再跌破这条线就危险了 今天看来果然是没有错 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分析 好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它最新的走势 看看是如何呢 Tinex收盘跌25分 收盘在0.505 最低limit到跌到0.455 在收盘的时候有反弹几分上来 我们来看它当天的走势 当天的走势在早上的时候 是平平无奇 一直都没有什么大波动 但是在下午的时候 突然这样一下子插水下来 一直跌到limit到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吗 这个是因为有一则坏消息公布了出来 好 我们现在来看是什么坏消息 这是因为Tinex与中方傲股权纠纷 然后狂错一度跌停 跌停就是limit到 在这个新闻说 Tinex和中国投资方 就投资这个SIT家SITERRA 一次发生纠纷而闹上国际中裁厅 导致股价一度跌停板 这是很大件事 因为闹上了国际的中裁厅 这个事件的背景是 Tinex与CGP在去年收购元金工厂席价 双方各有60%及40%的股权 然后为了筹集资金 Tinex向这个中方的Minas Extractic 发行了总值1亿零级的不可数为可转换优先股 让后者持有前者33%的股权 但是Tinex之后以贸物公布指示为由 这个SIT家的股权必须有至少55%是在大马公司手上 因而喊停这项计划 并等候贸物公布的批准 当然这个中方是不同意 因为他认为已经签署的卸议是有效的 所以因而引发了这次双方的纠纷 所以因为这起事件下到了投资者大量的抛售 而且也是惊慌的抛售 导致股价一直节节下跌 到Limit到的时候 最后才有一些浮盘力量把它反弹上来 在之前我们有分析过Tinex这个股 在大选14股系列2 我们说Tinex一直被这条线压折下 在跌破这条线就危险了 这条线是什么线呢? 而另外一条线跌破就危险了 好现在我们来分析它的技术图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10月21日分析的线图 Tinex当时的股价在这里上涨了一波之后 到这个1.28的高位 就开始见顶回落 然后虽然有反弹 但是它还是见顶回落 但是它反弹的时候 一直都突破不上这个下降趋势线 所以被这条下降趋势线压折 所以如果没有突破上去 那么这个股是很难回升的 因为它被下降趋势线压折的时候 股价只能接接败退 就好像一个人在物源下轴 他不得不低头 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它跌到这里 0.72有反弹上来 而这个0.72在这里 0.72 之前也是相当稳固的支撑 所以之前的是关键的支撑0.72 所以不可以跌破 如果再跌破那么 它就会继续它的下降趋势 好这是我们之前的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新的分析 好当时它压在这里 在这里有一次收支撑顶住 然后有反弹上去 在这里 它虽然稍微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 和绕过了下降趋势线 但是它没有突破这个阻力0.80 它突破不上去 所以它突破下降趋势线 然后它必须要突破这个0.80 然后远离这个下降趋势线 它才会比较安全 所以在这里 它绕过去 它没有突破这个0.80 也就是它很接近这个下降趋势线 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它可能要跌回下去 如果它稍微突破了又跌回去 这个就是假突破 所以今天它在这里突然下跌了一根大阴线 这个是大阴线 而且是假跌量帧 所以假跌量帧是什么意思呢 OK我们把这个图推高了上去 这个一个大成交量 这个大成交量是比进来的成交量都多过很多 而是假跌量帧就是代表 投资者大量的卖 也就是惊慌抛售 中间有buyer 在有买进有排抵 但是它的股价是一直跌的 这个假跌量帧显示 投资者非常的惊慌抛售 导致他们可以不计价的抛售 跌到limit到也在所不惜 所以总之就是要出货 要把这个股票换回现金回来 我怕以后会更加的跌 所以在这个它跌破了这个关键支撑 又出现了大阴线之后 然后mscd也顺势在水底下死差 沉入水底 所以目前denex的走势是非常的不美的 不乐观的 所以目前可以捞底吗 我的看法是不可以 因为它还在跌着 这个是初跌 今天它的消息在下午出来 可能还有很多的投资者 没有看到这个消息 所以当股价在恢复交易的时候 估计还会有人再继续的抛售 所以股价可能会再创更加新低 一直到有买盘力量顶住卖盘的卖压为止 它才可以止跌反弹上去 所以这个图形其实已经是处于下降趋势了 除非它和这个中方的股权糾纷可以快速的和解 那么投资者的心理就会稳定一点 那么它就可能没有惊慌抛售 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拖的越久 那么股价在没有利好的指引下 它会一直向下跌 因为买的人不敢买卖的人还是一直卖 所以股价可能会继续再创新低 所以目前个人看法是不实于牢底的 这个不是底来的 这个是低一点 而不是底 所以目前我们要看等它止跌的时候 我们才来看可以不可以牢 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按例分析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如果大家有意见有看法 欢迎在YouTube或者Facebook page留言交流 然后我们的频道是分享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研究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们有用 大家可以帮忙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的技术分析 视频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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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大家 点这个 我们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